嗨,大家好,今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告台湾情治部门书 里面用到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关键词 物为言之不欲也 这个词在中国官方媒体五文件中显有出现 但每当出现后都有大事伴随发生 所以这次也引来了海峡两岸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个物为言之不欲也到底有多重要 而它为什么针对的是台湾情治部门 台蝶难道就在身边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物为言之不欲也是个文言文 虽然口语用的不多,但意思也很简单 就是别说我没警告你哦 这样的话在互联网中或者两岸网友的键盘之下 可以说比比皆是,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如果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 那可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物为言之不欲也 此前出现在官媒几次 然后又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第一次出现在1962年9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可忍、熟不可忍的社论 警告印度尼赫鲁政府 立即从中印边境撤军 否则中方将使用武力 结果28天之后 10月20日 中国军队向擅自越界的印军发起了反击 拉开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这28天的间隔也是历次中国发起军事行动最快速的一次 第二次是1967年7月3日 新华社发表通讯 我外交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 文章结尾处同样用到了物为言之不欲也 其实从67年到69年 中苏在边境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 从对骂推扫到棍棒舞斗等等 跟最近中印边境的冲突有些像 只是最终在1969年3月2日 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 冲突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中国也在事件后实际控制了珍宝岛 此次间隔为一年八个月 第三次是1978年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我们的忍耐是有献怒的一文的结尾处 警告越南方面不要轻举妄动 得寸进尺 表达了中国方面的开战意图 紧接着1979年2月17日浮晓 中国从广西云南边境 开启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次从刊文到开战历时54天 可见物为言之不欲也 就成了中国的外交术语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严重的警告 被广泛认为是动用武力 或准备开战前的一种信号 简单来说就是最后通牒 而此次2020年10月15日 人民日报在07版要文发表 署名为安平的文章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告台湾情治部门书 里面提及近期媒体公开报道的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的 迅雷2020专项行动 这是继2018年迅雷行动之后 针对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的 又一次重拳出击 共破获了数百起台湾间谍 窃密案件 署名安平很有意思 这个署名还是第一次 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当然很多网友分析这个安平 刚好是郑成功的原籍 福建近江安平 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 为思念故土之情 后将热兰折成改为安平 其所在地台南还有个区 叫做安平区 所以这里用安平作为署名 意味建制台湾 但这种猜测恐怕是不太了解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所关有的谐音传统 例如代表中组部笔名的中组文 中宣部理论局的中宣理 和发表国际问题重要评论的国际评等等 所以这个安平应该为国家安全部评论之一 而这次与此前几次不同的是 并没有以涉论的形式发表 目标也不是直指蔡英文当局 而是台湾情治部门 所以此次的物为言之不欲言 是我国国安部门 对台湾情治部门所下达的最后通牒 各位网友可能对台湾所谓情治部门不太了解 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台湾如今情治部门的对口单位 就是所谓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英文缩写为MIB 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 这个大家听过的可能不多 但提到它的前身可就耳熟能详了 那就是大名鼎鼎 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军统 军统成立于1937年 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由此前的国民政府特务处改编而来 电视剧《潜伏》中的余泽成 加入的正是这个组织 然后军统中负责党务的一个处独立出来 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为中统 这个中统也是现在台湾所谓法务部调查局的前身 还记得2017年12月19日 当年的新党三间外加一个党员 四个年轻人在家中被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 带走调查 抓他们的就是这个调查局 简而言之 支持统一的新党三结是被中统给抓了 而军统呢 就专门负责情报搜集 带头大哥当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代弟 戴宇龙了 到了抗战胜利后 1946年军统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而隔年 中统则改名为 而后国民党败退台湾 中统和军统就跟着也去了 那么这个保密局或者党通局 是不是就是现在台湾的国安局呢 其实并不是 刚才也说了 军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隶属于国防部 而中统则演变为调查局 一属法务部 这两个现在都在行政体系之下 而国安局则不同 它隶属于蔡蔡子直接管辖的国安会 负责统合情报 策划特行等等工作 简单来说 军统将搜集到的情报 上报给国安局 整理分析 进而得出结论 再派中统去侦查和抓人 那么既然都是玩情报 搞国安的 干嘛还隶属于这么多部门呢 难道不会混乱吗 我之前也介绍过 军事情报局所在的国防部 虽然隶属于所谓行政院 但苏贞昌是没有资格来任命国防部长的 这么重要的职位 是由蔡在子直接指派 所以下属的军情局 自然也不会汇报给所谓行政院长了 因此我们注意到 当这次人民日报炮打台湾军情局后 苏贞昌首先跳江出来说 台湾早就不做这种事了 苏院长 不是台湾不做了 只是你没那个资格知道罢了 正因为他啥也不知道 这位冲冲冲才会说出 要用扫把站到一兵一卒这种蠢话 可见在所谓国安方面 他这个行政院长跟键盘侠无异 好 拔完了台湾的国安架构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情治部门军事情报局 是如何在大陆进行间谍活动的 在台湾80年来末 开放大陆探亲之前 蒋建国一直奉行不接触 不谈判不妥协的三部政策 所以对大陆的间谍渗透活动 也较难开展 不过在两岸恢复交流之后 伴随大量台商有入大陆 也为台湾的间谍活动 打开了一扇门 正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解放军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间谍案 也直接导致了 96台海危机时 解放军集结前线的15万大军 匆匆收兵 1989年 台湾军事情报局局长 殷宗文提出了 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 军情局特务工张志鹏 便是以台商的身份进入大陆 而后成功策访了 时任解放军总后 军协部局长邵正宗大校 邵正宗陆续将大量军事情报 提供为台湾方面 而后也介绍了他的顶头上司 原解放军总后 军协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也是史上最大间谍案的主角 台湾方面看到了 有机会可以策访 如此重要职位的一位将官 也特别将这项行动 命名为邵康专案 注意跟这个邵康战情室的赵兄 没有半毛钱关系 军情局如获至宝 随即派出军情局第六处 副处长庞大为 前往广州与刘连坤会面 为了对等 实际上校的庞大为 还假装成少将 在1992年11月 与刘连坤在广州月秀公园 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庞大为为刘连坤提供了 极为优厚的待遇 并授予他国军少将军衔 这也让刘连坤成为两岸第一位 同时拥有少将身份的间谍 与此同时 庞大为还拿出2万美金红包 作为见面礼 并承诺给予月薪3500美金 每次提供情报后 还有额外奖金 具体的薪水发放 由那个伪装成台双的张志鹏负责 在北京市平均工资 减为两三百人民币的1992年 这些美金犹如天文数字 面对利益的诱惑 刘连坤最终答应 成为台湾军情局的间谍 而有意思的是 几乎就在相同的时间 同样是在广东 与深圳义和之隔的香港 台湾的海鸡会 和大陆的海鞋会 正在举行会谈 最终达成了 那个大名鼎鼎的 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共识 即九二共识 历史的真相 不免有些讽刺 一方面 海鸡海鞋在香港举杯破冰 缔造历史 另一方面 台湾特工又在广州月秀山上 策反着陆方的高级将领 策反中国后 刘连坤陆续将92年 中国新购的苏二级战机 及其弹药的详细部署情况 C-300 防空导弹等高度机密情报 提供出去 台湾军情局也喜出望外 把这位刘少将 当成镇山之宝 定为001号间谍 而且提供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情报 发生在九六台海危机时 1996年3月23日 台湾首次直选 越来越有台独倾向的李登辉 随时有当选后 去宣布台独的可能 所以为震慑台独 中国人民解放军 及15万大军 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一旦台海生变 即可越过海峡 解放台湾 而刘连坤则在演习开始前的三个月 就将相关情报交给了台湾军情局 包括此次演习的人数 总预算 具体科目 以及行动底线 台湾在得到准确情报后 一方面在媒体上 大肆炒作 大陆军事威胁 另一方面 立即将情报转交给美国 请求美方介入台海 美国在反复证实情报的准确性之后 有针对性的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 独立号和尼米茨号 驶入台海 向大陆施加压力 面对情报的外泄和美国的介入 大陆方面随后下达了三部原则 临时将演习底线 改为不攻占外岛 不过中线 并把实弹射击 改为无实体激发弹头 李登辉获得这个情报后 为安抚台湾民心 在公开场合说出 解放军打的是空包弹 这一说不要紧 反而引起了大陆反间谍部门的注意 这就是当年那个著名的空包弹事件 大陆方面也正是根据李登辉提供的情报 缩小了搜索范围 并顺藤摸瓜 于1999年统一行动 一举端掉了整个相关情报网 逮捕了包括刘连坤 邵中宗在内的多个相关涉案人士 解放军史上最大的间谍案宣告侦破 而居间联络的特工台商张志鹏 却逃回台湾 并在2000年时 状告李登辉 涉嫌泄露机密 而这其中还有一个人物很有意思 就是李志豪 他犹如于泽成一样 是大陆潜伏于台湾的一个卧底 危机本科上说 正是他在96台海危机后 将刘连坤等人的信息发给大陆 使得刘案告破 而随后李志豪在1999年遭到诱捕 但根据庞大为本人的口述 李志豪是在94年时 就已经暴露 并被逮捕了 那么谁说的是真的呢 危机本科将李志豪的被捕时间 从94年变为99年 是不是不想让李登辉 来承担泄密的责任呢 请各位自行判断吧 庞大为退伍后 在香港出版了 台湾军情局高官回忆录 情报扎记 而台当局认定其泄密 并将该书全部收缴并销毁 并在2012年判斥他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 不知道现在在香港的网友 是否还能买到这本回忆录了 2015年11月7日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 缔造历史 借此契机 大陆和台湾也进行了 背负情报人员的交换 用李志豪交换了两名台湾间谍 可见两岸关系缓和时 带有杜晋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缅恩仇的味道 但蔡英文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 台独依附于美国 对大陆的渗透变本加厉起来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 2018雷霆和迅雷2020专项行动 这就是为大家介绍的 两岸之间最大的一起间谍战 想必时至今日 还有更多的情报人员 活跃于大陆和台湾 那么他们的工作 何时才是个尽头呢 也许只有到了两岸最终统一 这种渗透 测反 潜伏 才会得以终结 而中华民族也会更加昂扬的 迈向伟大复兴 这也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期盼 我相信这样的日子 不会太遥远了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